那么这一节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举报 那么这个举报的话 其实就是当我们一个用户点击这个菜单的时候 会跳转到一个举报 当前我们这个视频的一个页面 然后的话在里面会选择一个相应的原因 再把原因和我们的一个选填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用可以自己去写一些相应的一个原因 自定义的对吧 然后传到我们的后端 传到我们的后端之后 就会进行一个保存 那么这个接口是非常简单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直接通过代码的讲解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后端的接口 这个是预先写好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取个名字 我们叫reportuser 然后会传过来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会含有一些相应的参数 比方说我们被举报用户的一个id 这个是dluserid 另外还有是被举报用户的一个视频id 就是这个dlfiduid 这些和我们的数据库的属性 它的一个属性和我们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column 就是一个列是一个一对应的对吧 另外还有一个是类型的标题 这个是title 那么这个title的话 我预先是在前端我们先写了 在app.js里面 在这一块我们先写好了一个数据对象 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些title 一些原因 它其实就是一个原因的类型 让用户去进行的一个选择 然后选择完了之后 会附到我们的这个title里面值 然后我们的后端就可以获取了 另外还有一个是内容 这个内容是用户自定义的 用户自定义的话 那么就是说是可写可不写的 ok吧 另外还有是当前登录者的一个用户id 好 ok 那么这个就是从我们前端传过来的一个json对象 对吧 那么json对象传过来之后 会放到我们的一个youture service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是抽象的方法 然后有了抽象的方法 那么我们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实现 那么实现也是一样几条代码 首先把我们的这个map先注进来 注进来之后 那么我们就直接可以使用它的一个insert方法 insert方法 我们就使用前面我们这个control的这个对象就可以了 那么对象里面现在是已经是有一些相应的数据 属性都有值了 那么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对它在偶尔的放两个值 第一个值就是唯一组件通过sid去生成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创建我们的一个当前的日期 那么当前的日期我们直接有一个data就可以了 OK 那么这个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逆向生成的map 去进行一个insert保存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数据户 OK吧 这数据户其实就这个 我们看一下它的表设计 那么表设计的话 这个id和correct data 这两个是我们在service里面所输进去的 就是所填充的 另外这个这几个 先看我们的dluserid和videoid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是视频的创建者 创建者id以及是视频的组件id 我们举报的时候这边会有 然后title是我们前端的一个数据 另外还有是举报的内容 还有是一个我们举报者的一个当前登录者的一个用户id 那么这些数据我们全部都会进行一个填充 OK吧 填充完之后我们插到数据户里面来 我们这边就会有值了 OK吧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接口 非常简单大家自己去写一下